那有人怎么办呢 又乱调 就调到最后呢 就调的是不像 那其实专业一点做法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地方 中文印刷样式改为至中就好了 OK 好了之后按确定 你会发现 有没有发现 刚好是 刚刚好会在图的正中央 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 好了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刚刚好了 你看到结果如果是这样 那表示你正确 如果你看到的结果跟我不一样 表示可能有错误 好了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 第二第三 第三这部分的话 就是将蓝色文字 所以你要找蓝色文字 加上项目符号 大小为20 那这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蓝色文字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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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选取的方式 你可以按坎凑键选 或者是说前面讲过选取 可以什么选取格式 类似的所有文字 它也会自动帮我们选取来 这样会比较快一些一些 不过说这种方式是比较适合 你的文字量很大的 比如说十几个配局 20几个配局的话 用这个方法会比较快 可是如果只有三段文字的话 有时候干脆这样 选过来 按坎凑键 坎凑键按住 往下选 其实就选完了 也是OK 因为字不多的时候 按坎凑键就好了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做哪些设定呢 它要我们在这个地方 加上什么段落符号 那段落符号 各位可以看到在段落里面的 这边有个项目符号 跟这一样 项目符号 那项目符号里面 有个定义新的项目符号 我们那个符号是在哪里呢 在图片 所以它是一个图 图就是一个悠悠卡的图 那这个图 其实你再把它汇录一下好了 它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C叠底下的NS.CSF 在这个目符号里面 它已经给我们一个悠悠卡的图示 我想这地方按确定 它就自动会有一张图 出来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这个图自动会放在项目符号前面 可是呢 现在的大小为多少 现在大小预设是12 那题目要我们变20 要把那个图放大一些些 那图要怎么放大 特别注意哦 选取项目符号的时候 请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选一个之后呢 其他全部都会被选取 项目符号比较特殊 你不用全部一个慢慢选 你只要点其中一个 它就会底下跟着选取 那选完之后呢 请各位把它变成20 点一下 你会发现全部就变成20 你检查一下 如果全部都变20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没有错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在底下变成分栏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左右 如果这样放好像感觉 这边空下来不好看 所以它要把它分为两栏 然后并且对齐一下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就会发现了 就会发现了